你们几个是新来的吗 在那里胡扯什么呢 还不快过来干活 好 我们马上干活 马上干活 你们听说没有 大祭司和圣女要成亲了 当然听说了 大祭司还叫咱们手脚麻利点 尽快建好房子 他好和圣女在里面拜堂成亲 大壮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冷千车这个小人 竟然想和月儿成亲 我真想杀了他 大壮啊 这可是咱们大祭司和圣女的婚房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要是你雕刻的好 能让大祭司和圣女满意的话 我给你十倍的工钱 如何啊 好 管家 大祭司既然要修这座房子 想必一定会考虑圣女的喜好 我能不能先见见圣女 问她喜欢什么 然后再按照她的喜好来雕刻 这样她肯定会更满意 你说的对 这大祭司一向对圣女宠爱有加 你要是让圣女满意了 大祭司肯定会更满意 这样 等一下 我就带你去见圣女 你问清楚圣女的喜好后 再来雕刻 那我们几个住在哪里 咱们工人每天晚上都要回家 不过你是人才 当然不一样啊 我给你包吃包住 这样 等一下 我叫人去给你收拾一间房 让你暂住在国师府 好好替国师府效力 好 没问题 那我这几个兄弟呢 你说他们呢 他们晚上当然要回去了 国师府可住不下那么多人 可是我们老家离这里很远 我们又没钱住客栈 难不成要我们睡桥洞啊 管家 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兄弟 我做木工需要他们打下手的 如果你不让他们住在这里的话 那我也不干了 哎呦 我的祖宗啊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么个人才 哎呀你可千万别不干呐 这样 我再安排一间房 让他们几个住在一起 您看行吗 多谢管家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 楚宣臣和莫竹他们 都在国师府安顿了下来 太好了 终于能见到月儿了 等下月儿见到我 一定会欣喜的 请问圣女在吗 管家 怎么了 佩儿啊 关于修建婚房一事 我有点事 想找圣女谈谈 啊 快请进 圣女就在里面 哎好 哎 大壮哥 请 请 圣女 管家来了 他说有事情要和你商量 管家 他是 圣女 他是新来的木匠 叫大壮 他的雕刻技术很好 简直是鬼斧神工 他会木雕 石雕 玉雕 只要你想要的东西 他都能给你雕刻出来 在下带大壮来 是希望圣女 把想雕刻的东西告诉大壮 咱们争取 把这个婚房 修得最漂亮 他的记忆 真的如此精湛 哎 哎 那是当然 哈哈哈 说 感谢观看